古山欢庆着特别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学校收到珍贵礼物 证书 慈意基金会证书五百本 孩子们拿到满脸期待 除了书还有这个空间 恭喜我们三里头小禁师书圈起用 好像发现一个新大陆 发现一个很棒的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一样 就急着要去探险那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眼前看得到的满时书籍 过去是孩子课后等待接送的空间 此一志工们用心整理清扫 焕然一新 也许因为每一季淨诗语 就会改变它 影响它的医生 这是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 天乡的孩子更需要呵护 拥有文字的浇灌 期待能够成长得更茁壮 那你当小志工要做哪些事情 要把书整理好 天乡很多资源进不了的地方 其实我们更应该要到 从2017年7月开始 启用校园内第一间的 金丝人文阅读空间 累计到山林国校第61所 志工们除了投入书籍 也发现校园内灯光不足 利用假期逐一修缮 换灯点亮教室 送好书 开启智慧 点点滴滴的作为 鼓励小幼苗 迈向光明 达爱新闻 猪龙肖红树 高雄报导 打败亚洲1800多名豪